第三十五题 由于电路装置如右图所示 甲乙丙钉为四个规格相同的灯泡 且遵守欧姆定律 若导线安培剂及电池的电阻忽略不计 此时安培剂A1的毒素为0.2安培 若一段时间后丙灯泡烧毁 则其他灯泡仍维持相同的亮度 则安培剂A5毒素应该为多少 因为这一题呢 我们的这四个灯泡是并联 那么四个灯泡都一样 比如电阻一样 那么所以根据公式呢 V等于IR 我们的电压一样 电阻一样 电流就会一样 所以呢 我们的A1的毒素是0.2安培 那么鱼也会是0.2安培 丙也是0.2安培 丁也是0.2安培 然后现在丙灯泡烧毁了 所以丙灯泡就没有量 没有电流了 可是甲乙丁还是维持的 然后这三个呢 汇合变成我汇合起来 那汇合起来 然后呢 变成我们的A5 变成我们的A5 所以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电流的并联串联公式 并联的时候 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所以是0.2加0.2再加0.2 就会等于0.6 所以呢 第35题 我们答案要选C 他我们安培即A5毒素 因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C 0.6安培 2加0.6安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